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越多的外国商人来到省港澳是开设商行来进行贸易买卖的 当时的人就习惯称呼这些由外国人所开设的商行为洋行的 以前这些洋行就习惯聘请一些精通外民的中国人来跟他们做翻译 以及进行贸易买卖的当时的人就习惯称呼这些专替洋行打工的 中国高级职员为买版的 究竟省港澳当年洋行以及这些买版的活动情况是怎样的呢? 以及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三处地方的贸易发展又有什么的影响呢? 中国虽然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文化 但是一直都没有洋行 就是那些是外国商行的出现的 直至到十九世纪的清朝中后期 才开始有洋行在广州的市面陆续出现的 这些洋行就是以财团的形式出现 并且在他们的背后往往有他们自己的国家来支持的 所以这些洋行是财控世代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有美国的奇昌洋行 英国的仪和以及太古洋行等等 虽然说这些洋行财控世代 但是他们初初来到中国 因为人生路不熟 再加上言语不通 所以他们就要找一些精通外国语言的中国人 来担任他们的翻译 并且往往代表他们去乞谈 并且经营业务 这些是替外国洋行担任翻译 并且担任这个业务代表人 一般就称它为买版 就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所以就令到洋行和买版 结下他们长久的不解机缘 其后几十年 这些洋行以及买版都发了大财 其中有几位最有代表性的洋行买版 有一位就是潘士成 另外一位就是五炳鑑 他们这两位买版的家族都是非常富有 非常出名的 特别是潘士成 因为他曾经在西关这里 建立了一座非常出名的大型私人园林别墅 海山仙馆 不论如何都好 事而世逆 在早期很多住在广州的外国洋行 纷纷搬迁到香港来继续经营 导致到广州的洋行买版 就是一走下坡而一沉不震 成为历史的名词 香港的洋行买版 他们的发展和广州的洋行买版 是很不同的 因为广州的洋行买版 在早期的时候 是带有半官半商的色彩 因为他们是代表广州官员 来和外国商人 进行谈判以及贸易买卖 但是香港的洋行买版就不同了 香港的洋行买版 从一开始就受估于洋行 担任他们的翻译以及业务代表 所以并没有带任何官方色彩 因为早期的香港洋行 大多数都是集中在中环地区 所以在香港的洋行买版 当年他们的活动范围 主要就是以洋行混习的中环为主 当时在这么多洋行买版之中 最有代表性最富有的有两位 其中一位就是当时 英知而获洋行买版 河东 后来他还被封为 河东着氏 他的后代都相当猿黑 另外一位就是当时 英知太古洋行买版 莫氏洋以及他的公子 莫祖泉 正所谓物极必反 香港的洋行买版 虽然曾经犬黑一时 但在1930年代开始 是洋行不再依赖这些洋行买版 所以这些洋行买版 就胜极如衰 就开始和洋行 脱离长期的挂钩关系 开始是被逼自立回户了 因此洋行买版 逐渐变成历史名词 代之而起的 新兴的华人势力 就是在南北行街 经营南北行买卖 以及经营金融 保险、航运等等的 华人新一代企业家 洋行买版 在19世纪的清朝末年 虽然在广州和香港 曾经是犬黑一时 但是洋行买版 在澳门就显得商营见绝 没有太大的作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根据我自己的推测 认为有以下这两点原因是促成的 第一点的原因 就是虽然澳门在开埠初期 都有些大洋行开设在 但是其后 当香港开埠 变得越来越繁明之后 那些大洋行很多 就从澳门搬迁去到香港 自此之后 澳门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大洋行 所以就没有什么 是洋行买版 第二点的原因 就是 葡萄牙人在澳门 居住了四百年内 他们很多是 西西代代都住在澳门 自西在澳门长大 早就已经融入当地的社会 所以如果他们要 是开设洋行来做生意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华人 来担任他们的翻译 以及担任他们的业务代表 所以澳门就没有那些 财雄世大的洋行买版 在清朝末年 在广州和香港 那些富商 例如 是广州的 潘士成 五鼎盖 以及香港的河东 莫士阳等等 他们十居其九 都是洋行的买版 但是澳门早期的富商 例如高可宁 傅老庸 老狗等等 他们都是经营赌博而致富的 由此看起来 澳门的发展路向 在早期 已经和广州 以及香港 是有很显著不同的 正所谓 时势做英雄 有某一种 独特的时代背景 就会孕育出一批 那个时代独特的人才 举例来说 在清朝末年 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 来到中国开设洋行 做生意 他们很需要一批 精通英文的中国人 担当他们的翻译 以及业务代理 因而是一大批的洋行买版 就这样应运而生 这批洋行买版 是因缘制会 发了大财 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 但在事过境迁之后 这批洋行买版 就逐渐消失而变成了 是历史名词 由此看来 是这个历史潮流的力量 对于人类成败得失的影响 真是非同小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